六大行一年时间存款多了14万亿 特斯拉五年免息都出来了 宝贝们现在如果想分期买车的沉淀沉淀 汽车金融也开始卷起来了 新车按揭有三年五年的免息 那二手车按揭有望来到一到两厘的时代 我记得我19年我二手的宝马X6在我们老家按揭干的 利息给干到了六厘多 再到后来22年的时候 我按揭买的二手路虎来胜 那台车的利率给我干到四厘多 再到去年二车有了两厘八 再到现在的汽车金融卷费别人了 真就是要出销费 如果你还没买车 无论新车还是二手车还是新能源车 从四月份开始 一定要注意你如果说按揭的情况下 你的利率算清楚 金融按揭合同也要看明白 如果说你遇到了套路你的 坑你的不合规的 记住有银保健会 遇到了不公平待遇 直接投诉冒烟给他干爆炸就完事了 该上省该花花 我不会让你白给我点关注宝贝们 如果想四月份买车 记住时间节点 二十号到三十号 这段时间各地都有补贴 各地都有车站 早买早享受 晚买可能想不了折扣 点赞关注 祝你发财呀 买车前参考一下 总车的降价排行榜 买完车的宝贝就别看了 2020年买车千万变买贵了 那就是百年变